大家好,我是AD 這次要挑戰2小時百斤釣蝦活動 終於等到提前預訂的百斤放蝦活動 這次來到桃園知名的釣蝦場 參加晚上8點到時候 大放蝦 這次的參加活動是800塊 我們準備了分別各兩組的釣組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挑戰看看囉 快接近8點了 大家又多陸續進場 大家都蓄勢待發 夾火跟子彈全都備齊 這次使用的是特製小蝦米 為什麼是特製呢? 因為買了適當大小的蝦 開戰時刻來囉 開始下端真的有到不一樣不一樣 不過說真的,放槍居多 為什麼呢? 我在想有可能 底部的蝦真的很多 多半是經過 非真正救而正式 經過了一個小時 差不多也有放下 又放了三大桶 老闆不收了 期待這一波的氧化更好 放下之後好像比較冷清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的 瞭曠並查了 難道真的被其他的釣油 釣光了嗎? 就來換近一點的看看有沒有蝦 訊號出現了 究竟可不可以釣貨呢? 火針不負眾望 放蝦立體發 這隻的蝦體型算是不錯 裡面有公蝦母蝦 算是綜合齒 另一個有人就以上鋪 來看看他的表現吧 好看 可惜放槍了 這時候A軍又中銜了 時間接近尾聲了 就來看看成果吧 這就是兩竿的成果 合計就是四斤 挑戰失敗 人們可以釣佛 詞加了一竿 那兩竿的成果 通常是分配 但是在拍攝 到一竿的成果 那一竿的成果 我可以釣佛 那一竿的成果 我的成果 你不可以釣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